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益政经营 今天是2024年的3月19号 我们今天继续带来 黄金白元的每日交易指南 首先我们看今天有什么重要数据 那么今天早上有这个日本 结束了负利率时代 宣布正式的加息 这个事件已经过去了 我们看到市场已经提前做了反馈 所以今天整体一个波动的话 反而不是特别大 那么今天晚上在8点30分 会有加拿大的CPI 以及美国2月份的新屋开工总数年化 以及营建许可总数 那么这一些数据 都是一般的这种小数据 所以今天晚上的数据关注 不必过分的紧张 最重要还是明天晚上 或者说周四凌晨 这个美联储的利率决议 要不要强调这个降息 还是强调了现在不适合降息 这样一个言论 下面关注一下基本面 那么今天基本面 关注点不是很多 我们先看这个图 我们看到这个年初的话 有很多的事件开始有所降温 首先你看一下这个 以色列巴以冲突这个位置 基本上现在的报道 很少 都是一些关注人道主义的 反而像什么联合国 美国家这种发生 会逐渐的减少 所以这个关注度大幅的下降 而也门方面 虽然说零零三三有些冲突 但是也已经开始出现一个淡化的迹象 而俄冲突 我们看到普京再次的当选 那么普京再次当选 没有任何悬念 很多朋友也说 普京为什么会继续的当选 那你可以看一下现在俄罗斯 除了普京以外 还有谁能够撑起来 现在这种格局 对吧 你连续性的这种政策 还是要普京继续的执行贯彻才可以 欧洲方面 瑞典加入了北约以后 后续就很少有这种相关的资讯和新闻 在金融方面 欧洲的一个货币政策 我们都讲过是跟随美国的 美国什么时候降息 他们才有可能真的动作 现在就是打打太极 保持现状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比较集中的 就是我们这一边 这个菲律宾 这一块的言论 还是依然比较激烈 或者说这个言论 依然是比较刚的 所以这一块反而成为一个 现在关注的一个点 但是爆发的一个力度 目前去看也是搞不起来 所以整体一个环境 大环境上看 地缘冲突虽然是有 但是很奇怪 就是年初开始大面积的一个降温 反而这个事件转移到金融层面 那么今天最为关注了 当然就是日本央行真的开始加息 周二日本央行 时隔17年首度加息 全球的货币政策领域的负利率时代 也正式宣告落下帷幕 目前的市场预测 年底 就是10月份 日本还有一次加息的一个动作 同时大家对这一个日本的加息 没有很大很大的反应 都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现象 而且普遍一致的观 而且观点非常的一致 就是普遍认为 这个日本的加息 现在没有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 后续的日本的加息会渐进式的 渐进式的 或者是这个日本的加息 不会特别的激烈 这是一个统一的观点 那么这个日本央行 其实宣布了非常多的政策 从这个基准利率从负的0.1%上调到0.1% 或者说0%符合市场预期 除此之外 我们看到日本亚行还有两种动作 第一个终结负利率外 日本亚行还宣布了取消收益率控制曲线 也就是说YCC呢 基本上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 并且停止购买交易所基金 ETF等风险资产 逐渐的去收缩 日本政府的一个整体的债务 对于一些不该兜底的地方 他们已经开始放弃 就不再去做一个兜底了 那么对于我们做黄金交易的朋友来说 怎么去看呢 首先 负利率时代的结束 从趋势上来说 其实是利空黄金 为什么呢 因为负利率时代的结束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货币泛滥的减少 对吧 大家开始都加息了 这个无条件 或者说可以免费的去拿货币 去投资的这种时代的已经结束 所以货币的价值本身是有所提高的 而货币价值的提高 也就意味着整体的一个经济环境 或者说经济一个政策 金融的一个政策 整个世界这种大的格局 开始做一个转变 那么转变的时候 这种避险的需求 在未来的趋势会减弱 这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那么短线上来说 这个就 那么短线上就另当别论 但从趋势上来说 当全球的这个复利率都结束的时候 理论上是利空这个黄金的 从中长线 好 以上就是今天基本面 可以看到今天我们关注一下 没有很多很重磅的一个基本面 像这个英伟达发布了AI的芯片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悬念 他们所宣称的那一个 B200这个芯片呢 其实没有公布特别特别多的这种细节 而且讲来是在年底 才有可能开始给供应商做一个发货 所以这个关注点呢 目前不是特别的高啊 所以这个关注点呢 也仅现在这个英伟达的一个股价里面 那么其他领域呢 我们翻了一下 没有什么很重磅的这种新闻 所以呢 你的投资注意力啊 还是放到明天啊 周四凌晨 还没有关注我们 议政经营票 点点关注 关注议政经营 黄金白云约投资 不迷路 下面呢 我们就会进入技术分析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把所有的经历啊 放在技术分析为主 我们分析多几个大的周期 给他去做一下这个解读 我们用K线法的交易系统呢 给他去做个解盘 我们看一下市场投情绪 你可以看到了 美元的看涨情绪 31.97% 看跌情绪68% 黄金的看涨情绪 40.86% 看跌情绪59.14% 可以看到了 这个美元啊 整体而言是偏向于 看涨 看反弹为主 而黄金呢 整体的一个风评 或者说市场的投资的热度 开始出现一个衰退 就是看涨这种热情呢 开始出现一个衰退 所以这个黄金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什么时候这个投机情绪啊 去到50%了 多空平衡了 那么这个黄金呢 我们就可以宣告啊 这一轮的上涨 将告一段落 但是现在呢 还不能啊 还不能啊 现在仅仅是看一个回调啊 还不能成为一个顶 说这个情绪不变的话 那么这个上涨呢 是还有机会的 目前依然还是找一些关键的价格呢 低息啊 这一点不会错 我们首先看一下原油啊 原油在四小图里面呢 很明显现在是一个突破后的一个上涨 那么根据我们法则啊 我们再强调一遍啊 首先这个 这一波的波段啊 我们是看到什么位置呢 看到84.83啊 这是一个法则的目标 82.5啊 昨天的节目你讲过 是第一个法则的目标里面呢 已经到达 比如说这个位置不破的话 你就没办法加速到这个84.83这个位置 因此这个位置呢 你要关注一下它的一个支撑位啊 81.41呢 是目前啊 这个原油比较强的一个支撑位 所以今晚上这个原油啊 在当下这种情况 我们认为大概会在这种区间 跑步出这个区间 就是82.5呢 今天呢 破的概率很低啊 而81.4呢 破的概率也很低啊 所以这个原油的交易就很简单了 今天呢 我们会先看有一个回调 短线的回调 那么你可以注意一下这个81.4附近啊 81.5啊 81.6啊 这些位置呢 才去做多会好一点 那么当下要不去做空呢 这个空单的话 理论上 技术上是可以去做的 但是现在价格呢 并不是特别理想 一定要严格控制仓位 你可以以这个82.3 这个止损呢 可以做一个小仓位的高空 而重点做多的点位呢 你可以注意一下81.4附近 那么在生物土里面呢 这个原油啊 根据我们的法则啊 它的一个法则的第一个支撑 刚好也是在81.59和81.44这个价格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理想的 做多的一个点位 当前呢 它是一个反反复复洗盘震荡 对吧 很明显有个吞没的形态 所以这个原油呢 现在可以考虑啊 在这个位置呢 先放个空啊 在这个点呢 做一个止损 在这些位置呢 做一个空 我们认为问题不是很大 如果说你觉得空单比较危险啊 可以注意一下这个位置 做多就可以了 我们讲黄金啊 黄金在生物土里面呢 今天是跌破的法则 表示空头啊比较强 空头比较强 所以今天晚上这个黄金呢 我们还是看空为主 那目前呢 比较理想的做空点位 是在1 是在2155和2157 那目前2152呢 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阻力位 但是它有所突破 所以这个位置呢 要看情况去做 我们看跌到什么位置呢 我们看跌到这个2144和2142这个价格 到这个位置呢 涨的概率会高一点 第二个目标呢 是在2134 而这个黄金呢 我们判断啊 跌到2134的概率 应该不是特别的高啊 这个2144的概率会高一点 那么这个黄金呢 在周线级别啊 我们看一下这种大周期 在周线级别呢 理论上它的法则目标是在 2359 2329 也就是说有这种意外 这一个美联储很明显的说 哎 我们什么时候要降息了 这是意外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这个黄金呢 理论上会涨到这个位置 那么涨到2359这个价格附近 但是呢 当前啊 这一波的周线图的上涨 其实已经结束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一位置啊 就是2185呢 就是这一波周线级别的一个 法则的第一个目标 那么周线级别大家都知道 想涨到第二目标的话 难度是非常高的 有比较强的支撑才可以 所以啊 这个黄金呢 我们认为在这一周啊 就即便这个美联储怎么样怎么样 有效突破站稳 这个2185的概率啊 应该都不高啊 即便有突破 我们认为也会快速打下来 所以呢 在下方啊 你可以关注一些比较重要支撑位 根据法则去看呢 周线级别啊 在这个2115啊 这个位置是一个比较好的支撑位 而这个2152也就是当前这个价格啊 5253这个价格也是第一个支撑位 所以这一个黄金呢 我们认为在周线级别啊 你的这一个上涨啊 你看这一个周线上涨啊 大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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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呢 怎么样 在周线级别其实都会有一个犹豫期 那么这个黄金呢 也是在周线级别连续大洋以后呢 开始进入到犹豫期 真的很有可能回到这个2115这个价格呢 才会有二次的一个腾飞 所以这是一个周线级别啊 比较大的一个周期 当然这一种呢 是做一个布局的啊 那么短线上呢 还是看收红图 还有看这个摄像图去做就可以了 这两个周期 在摄像图里面呢 这个黄金呢 以目前这种走势来看呢 在我们的法则里面属于什么 属于加速信号 你看有两个啊 今天呢 他已经摸了第二个信号 就是成为一个增值的加速信号 所以今天的黄金 我们是偏空为主 那么你可以注意一下这个点位 就是2158不破的话 那么这个黄金呢 我们不看大涨 所以今晚上呢 你可以以这个2158做一个止损呢 或者说2158和2160 这个区间做一个止损呢 高空为主 白映呢 你看这是一个昨天的分析 图是没有变的 还是在这个位置啊 这个2118122 这些位置依然是一个压力位 那么在生物图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今天一个走势 白映呢 今天啊 在生物图法则的支撑呢 是在这个24.8这个附近 也就是说它已经跌到了第一个目标位 所以这波反弹呢 看它能不能破这个25 起码上这个白映啊 不破25了 不看大涨 因为在整体一个波动里面呢 它是偏弱为主 偏弱为主 而且黄金已经有一个先锋带头的作用 破了这个法则 也是一个偏空 这种偏加速这种信号 所以这个白映呢 你可以注意一下 破25 回踩做多 跌到24.64 法则比较强的支撑 这位置你也可以去买账 而当下呢 可以注意一下 到这个25附近呢 可以做个空 在摄像图里面呢 这个白映呢 其实已经有点像这个头肩顶的形态 你看到没有 上去左肩顶部 对吧 现在走一个右肩 是不是有这种形态 所以现在今天晚上关注这个颈线 这个颈线呢 刚好就是在24.7和27 24.64这个区间 一旦它成了一个头肩顶啊 这种颈线破掉的话 那么这个白映呢 就可能会回到前方 24这个价格附近 再进入到一个震荡的周期里面 那我们判断的这个白映呢 今天晚上可能破颈线的概率 不是很高 下面看一下美元啊 美元呢 这是一个昨天分析的图 美元我们是一直看涨的 对不对 那么现在反弹已经到达我们的法则 就是104这个价格 所以这个美元呢 今天晚上啊 要么就突破上去二次加速 二次加速 一旦二次加速的话 这个黄金就会下跌 对吧 那么在色彩图里面呢 今天晚上这个美元啊 只要不破103.84 我们不看大跌 只要突破104.1 那么你也会看二次加速上涨 那么一旦二次加速涨到什么位置呢 根据我们的法则呢 就会进入到第二个目标 就是104.7和104.86这个区间 这个区间 所以这个美元啊 104.11这个位置特别关键 突破了 回踩了 那你就可以以103.84做一个支持呢 继续的买涨 如果它突破不了啊 冲高回落 收盘价低于这个价格 冲高回落 那么这个美元呢 就会步入一个反弹结束 然后进行一个震荡 这种格局 好 以上就是今天啊 GaySan法则带来的解盘信息 还没有关注我们 一旦记忆朋友点点关注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一旦三连 有任何问题啊 可以在评论区 我们沟通和交流 也欢迎大家私信和我们联系 我们下一期再见